九富盛名的香菇之香 为何怪事不断 有难棒的现象 可以看到去面 已经全部都攒架了 多轮测试 层层筛选新菌种 能否突破基因限制 看科研人员如何破解 菌种芯片难题 主力香菇产业 再腾飞 欢迎收看外发明 香菇进化论 这里是地球北纬30度附近 长江淮河两大流域交汇之地 大别山铜百山多个山系 环抱之所 湖北省四里县 充足的日照 为亚热带气风环流 带来的充沛雨量 孕育了适宜菌类中的 食用菌皇后香菇生长的 蜂窝土壤 让这里一跃成为 全国最大的香菇菌种生产基地 香菇大家都见过吧 但是您见过这样的香菇吗 它呀就是花菇 它呀就是花菇 我们看上面的花纹 仿佛就像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在上面进行了精心的雕刻 每一朵花菇上面的花纹都不一样 花菇是香菇中的真品 它的圈盖表面在生长过程中 受到一定特异性环境条件的刺激 从而形成或网状或菊花状 或荔枝状的菌脸花纹 因此得名花菇 品质上乘的花菇 外形美观 菌钙肥厚 香味浓郁 营养价值丰富 这也让它的售价远高于普通香菇 成为了随县百姓的致富花 在随县 几乎人人都在围绕着这朵白色小花 辛勤工作着 但在十年前 随县的花菇 却面临着生与死的挑战 从12年的时候 有蛋棒的现象 出菇的时候 掰开一看 整个的菌丝 它里面就已经慢慢地死掉了 你看这个就是好的 然后这边就是被美菌氢染的 那么好的菌带呢 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白白的菌丝 然后像这种 像这种被清染过的菌带呢 可以看到里面 已经全部都散架了 然后里面菌丝也没有了 烂棒是这菌带被细菌侵染 造成的腐烂现象 往往发生在经过数月精心栽培后 即将出菇 收获喜悦的时候 此时出现烂棒 无疑会令每一个种菇者 感受到绝望 种了个一万多点 其实基本上就省失了一大半 种菇已经感觉没有希望了 一年就白干了 心里没底 不能解决烂棒的问题的情况下 影响发展的一个信心 随线的香菇究竟怎么了 为了了解香菇腐烂的原因 我们来到了上海农业科学院 食用菌研究所 看看这里的科研工作者 是如何化解危机的 去了水州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觉得太可惜了 水州地理优势特别明显 在这样的一个产地 就是出现这么严重的烂棒 菇农可能就是忙活一整年 就什么收成也没有了 长死以往的话 那产业肯定是持续不下去的 究竟是什么环节出现了问题 这让致力于食用菌 菌种技术研究的宋春艳 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烂棒其实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走访了一些农户 发现大部分的烂棒 它都有一个共同点 它在养菌的阶段 都遭遇了高温 每年的8到9月 是随线秋栽香菇制棒的季节 近几年 随线在这两个月持续高温 骨棚内温度达到35摄氏度的时间 长达两周左右 那么高温环境 真的会对花菇生长 造成致命影响吗 为什么高温情况下 菌棒会腐烂呢 要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们得做个实验 这里头白白的这个菌丝 它就是香菇的种子 首先我会设置 三个不同的温度 用25度 30度和35度 来看一下 不同的温度培养条件下 这些品种 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 不同的状态 为了测试温度对菌种生长的影响 我们向三个培养米中 接取同样的菌种 此时的菌种并未发生菌磁生长 随后将三个培养米 分别放入25摄氏度 30摄氏度 35摄氏度的温箱 进行变温实验 经过一段时间的恒温培养 三个菌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它们区别还是挺大的 咱们依次来看一下 这个平板呢 它是在一个室温25度 进行培养的 这个菌丝整个的状态 还是比较正常的 非常浓白 等到30度培养下的这个菌丝 淡淡地看似乎也能长 其实它跟25度状态下 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 对 就没那么茂盛了 是的 那我们更不用说 这个35度了 基本上就是一个死亡的状态 但是它不长也就不长了 为什么会腐烂呢 你设想一下 香菇菌丝不长了 或者说它死亡了 那咱自然界中 其他的这个微生物啊 竞争性的这个杂菌 它就会长了 同时呢也会招来一些虫害 那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整个包包里面 它就没有这个香菇菌丝 作为连接体了 自然就是整个就散架了 就是我们俗称就叫烂磅了 我们是不是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找到在35度 也能够长得很好的这个品种呢 这倒也不是 因为其实呢 35度呢 它是一个临界温度 大部分的香菇菌丝 在35度下呢 都不能正常生长 我们要找的是什么菌丝呢 在35度不自死 它进入了一个休眠状态 那么等到这个温度啊 就是天气的这个气温降下来以后 它又能恢复 它的火力又上来了 对 就是我们要找的一个 抗高温品种的 想要减少菌磅腐烂 抗高温的菌种是关键 但是想要在短期内 找到合适的菌种 有谈何容易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就是 遇一个食用菌的新品种 它需要的时间是非常长的 可能要到7到8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能想到的呢 就是利用我们的 就是边温筛选实验 先从我们现有的这些成熟品种里面 塞一些就是能够 抗高温的这个品种 立马去拿到隋州去做实验 这是宋春宴从业以来 精心维护的香菇种源 它们会被扩大繁殖 接种培养成数百万代香菇栽培种 很难想象 一个小小培养品 竟然关乎着一个县的菇农 未来的收入 这也让宋春宴和同事们 不敢半点马虎 每天观察培养敏中 菌丝生长状况 及时提出变异个体 保证菌种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那么最终找到的菌种 是否真的能在高温之后 恢复活力呢 我们把前期进行一个综合性状 筛选过的一些品种 都把它接到这个湿瓜里面 那么这个湿瓜里面装的培养料 是模拟我们香菇生产时候 用的培养料 前面已经把这些湿瓜 都放到它适宜的25度 进行培养了5天了 我们的品种在25度下 都可以正常的一个生长 那么白白的菌丝 从这个上面慢慢地长下来 下面还是培养料 所以它就形成一个黑白分明 特别好观察的一种现象 为了测试菌种 是否能在经历过 持续高温后恢复活力 我们选择了几个 不同种类的香菇菌种 进行对比测试 首先对玻璃食管内 菌丝正常生长后的位置 进行标记 随后将菌株放置于恒温箱内 为了模拟高温天气 我们将温度设定为35摄氏度 经过一段时间后 观察几个菌株生长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35度的生长情况 看一下 它们没有长 是 我也检查一下 都没有变化 还停留在这个画的线的这儿 通过观察 35摄氏度的环境温度 完全抑制了菌丝的生长 接下来 我们将温度调整回 适合菌丝生长的温度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恒温处理 菌丝是否会恢复生长呢 宋老师 我刚刚观察了一下 这个里面白色的部分 它已经长得是长短不一了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实验要有的效果 这些品种 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你看你这边这个 35度说明那五天 它就直接自死了 它没有变化 对 后面就没法恢复了 它还在这个起跑线上 被淘汰了 我这个它能恢复 但是恢复得不太好 只长出来这么一小结 长得也是非常慢 对 我感觉还是这个 它基本上已经要覆盖底部了 而且它菌丝特别左撞 几乎没有受到 这个35度高温的影响 通过对比测试 我们发现 有的菌种 确实拥有逆转生命的能力 那这些有着特殊能力的菌种 又能否在实地种植环境下 长出花菇呢 宋春彦将抗高温性 最好的几个菌种 发往随线 进行实地种植 此时的它充满期待 三个月的栽培期 如白居过细 转眼就到了 初菇的时节 最早过来的这些品种呢 抗高温能力还是很强 但是它的花菇力不高 多少花菇力算是一个好的 几个的一个线 气候条件好的时候 百分之90以上都是花菇 那它们当时多少 当时那个石火长花菇的 这个季节的 新过来的品种 长不出来 有菇却没有列出花纹 显然这一批菌种 在随线这片土地上 有些水土不服 能够形成花菇 其实跟它的这个环境 是有很大关系的 外界是寒冷干燥的条件下 那么香菇的 这个营养的菌袋里面 又有充足的水分的 这种状态下呢 它就可以形成一个叫 皮不长肉长的 这么一个状态 里面的菌肉还在长 但是外表的这个 一层菌皮 它因为干燥嘛 就是开始就是开裂了 我们给到的品种呢 就是有些呢 就是它从原基状态 就已经萎缩了 这就是一个原基的状态 那我们的品种 在它那边呢 就是有些就是 仅仅长到这么大 原基就是受不了 那个干燥寒冷的天气 它就死掉了 因为它完全没有办法 适应那样子的一个 寒冷的一个天气 那么还有一些品种呢 它可以长 甚至可以有一些裂纹 但是呢 它菌肉是比较薄的 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 优质花菇的这么一个要求 第一次尝试 最终已无法开出花菇 而宣告失败了 那么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尽快找到 抗高温性墙 同时适合随限特殊环境 以开花的菌种呢 这些成熟的品种 没有办法在随受的试栽 获得比较好的效果 接下来的话 那就只能就是 创造新的种子来 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说摆在我们面前的 就是尽快地 就是找到合适的清本 然后尽快地开展 这个杂交育种的实验 杂交是农作物育种中 最重要的手段 然而 想要杂交出 适合在随限地区 生长的花菇 首先需要有 大量优质的菌种 作为杂交亲本 成花这块 应该还是4627 比较好一些 但是这个菌龄 实在是短板 那个如果是秋苔的话 隋州那边 年线都出不了菇 对 而且它这个 这个听说特点比较差的 一个就是它抗性比较差 你看像这个606 这种表格抗性好的 3763还有这个3203 它的抗性都是比较好的 花菇的抗性 出估率 成长周期 产量 只是每次清本组合前 从春宴和团队 都要反复探讨的事情 就像一场相亲大会 提供真实信息 优势互补 拒绝开盲盒 这才是香菇杂交的 正确姿势 我们做杂交的时候 就是把两个清本的包子单颗铁 分别接入到一个瓶巴里面 这个是已经对质长在一起的了 基本上就是两者的菌丝 已经碰到一块了 香菇的单单杂交 是将两个不同品种的单核菌丝 接入同一培养面中 对质培养 可亲和的两个单核菌丝交汇处 会形成双核菌丝 其特征是具有典型的锁状联合结构 这里的双核菌丝即为杂交后代 选取交汇处菌丝 进行再培养 最终得到新的菌种 因为杂交具有不确定性 有时可以同时遗传 两个清本的优点 也有可能遗传 两个清本的缺点 因此 只有大量的重复筛选性试验 才能获得最优良的品种 当时我们做了 有一千多个杂交子单 运气好的情况下 可能能找到一到两个 就是比较优秀的这个子单 最终能够形成品种 这里是位于上海市 浦东新区的菌工厂 杂交后菌丝耐高温等性状 表现优良的菌种 将在这里进行栽培试验 每个菌种栽培管理过程中 科研人员会对其进行记录分析 以及观察菌种的出谷表现 那每个品种 其实都有它不一样的特点 具体哪种性状 会得到您的筛选呢 初筛的话 那我可能 这有可能是会选它 是它呀 选它 首先呢 它的这个 每一个那个原基 它看上去是一个 非常茁壮的一个状态 非常有劲儿 我们讲 给你对比一下 对 粗了好几圈 是是是 那么它就说明 它将来可以长得更大 而且它的雷也不是特别多 就是如果你雷太多的情况下 它整体的一个 营养输送的总量 是固定的 如果你长得太多 那势必会影响 你每一个菇的这个菇形 宋春艳向我们介绍 由于上海本身不去北 出花菇的自然条件 所以前期只能通过 对香菇品相的观察 去判断哪些香菇 有可能会成为花菇 一般来说 菌饼粗壮 菌盖厚实的香菇 亦在大温茶后变成花菇 这类香菇是它们的 重点观察对象 每年上海农科院的 食用菌育种团队 要做一万多个 香菇菌种杂交的实验 而能够最终被选育成品种的 可谓是万里挑一 经过三年漫长的杂交筛选 终于在2015年 宋春艳等到了最适合 随限种植的郡株 生香1513 生香1513 它属于一个农法栽培的 广式型品种 所以给到它的名字是生香 那么1513其实就是 它是2015年的第13号中式 所以说生香1513就是这么来的 通过栽培管理 生香1513号香菇 终于在随限这片土地 破土而出 那么它的花菇质量 又能否达到郡栋的要求呢 公师傅您好 我们想知道 就是通过测量什么 来判断它的质量呢 我们判断它的含水量 也就是相同重量的新菇 杆种于是多少 花菇一旦被摘下 保存不当 就容易发霉和变质 所以菌农常常会将其水分蒸发 瘦身后的干花菇 也更容易打包运输 因此测量花菇 烘干后的重量 是评估花菇产量和收益的 独特方式 那么生香1513香菇 烘干后的重量 能让菌农满意吗 为了对比 公师傅找来了一种 干湿比较高的茶色花菇 作为对照片 两种花菇 我们各称重1000克 随后进行烘干处理 好 好嘞 相同的烘干环境 相同的烘干时间 两种花菇在烘干后的重量上 会有什么差别吗 我们那所有香菇都去完水了 我们来撑一下 先撑这个花菇 好 感觉拿在手上明显就变轻了 它的整体面貌没怎么变 除了小一圈 是 非常远整 好 看一下有多少 好 全部放上去了 好 0.2945 白花菇的去水重量是0.2945 那就约等于0.29 这个白花菇看上去 变形就比较厉害了 都变皱巴了 是的 因为它表面没那么干燥 放到这里 它会变形比较厉害 放到这里 没有那么急了 摸在手上也没有那么实实 感觉还是比较轻的 好 看一下 全部放上去了 这边是 0.206 空间 那我们就约等于0.20 两边其实相差了差不多是0.09 就是90克 90克 对 别小看了这90克 接近10%的重量提高 要知道 随限一年的香菇产量 能达到7万吨以上 这样的产量增长 将会对菌农的收入 起到一个巨大的提升 不过除了产量 是菌农的关注点外 花菇的外观品质 同样是售价高低的关键 那么生香1513花菇的外观品质如何呢 龚老师 我看前面摆了好像是四个品种各不相同的香菇 那咱们用来干什么的呀 评价了一个品种最好 这个就是我们随之地数同期生长的一个春栽 这个是秋栽的 这个也是秋栽 这前面是已经红干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1513 这里头还有那个很好看的这个菠萝花 我已经感受到宋老师对于自己品种的这个喜爱 龚老师我想知道是咱们三个来进行观察吗 还是咱们怎么测评啊 我们专门请的有裤裳来测评 哪个最好 背的眼睛摸我们知道什么品种 我就知道价格的好坏 香菇很多品种 有天白 有白花 有普通花菇 有茶花 有光面 按正常的行情来说 它们的差距差不多就是20元一斤差距 花菇销受伤 让俊农们又爱又恨的角色 挑剔的目光是它们鉴别的工具 犀利的话语是它们杀家的武器 不过遇到优质的花菇 它们也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看见这个我特别喜欢 因为它特别白 这个香菇也特别软 这个脂色也特别亮 闻起来之后已经拿到手里面 闻起来特别香 喜欢到说乱的了 在长的童子里面 就特别闻成白花 茫茫姑海 有的人一眼就找到自己的最爱 当然也有的人在为爱纠结 结果是有钱的人才能吃得起 结果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消费的 是吧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今天包括深香1513在内的四种花菇 究竟谁会使经销商的心头爱呢 我第一眼就看的是这个嘛 这个花菇娘最漂亮嘛 你看 草口深柔至厚 底色黄亮 淡黄色 你看点 底色面色 这个翻过来也得看 都是遗留的 底色又是淡黄色 面色带草型 又是光面型的 又是那个白色 没有黑点 这是上品 一来我就想中了这个香菇 这个香菇是天白花 然后长得非常像那个菠萝上面的那个菠萝尔 真是有点像菠萝的那个感觉 你看 这是不是像菠萝尔 然后它的草口特别深 这个深度的话是5毫米左右 这个是1毫米左右 所以它们的深度不一样 然后我们选花菇 我们买的时候一眼相中的 就是这个草口深颜色本 这个品种不同 它的价格是不是也有影响不一样 价格的区别也很大的 那哪一个 这个是那个普通的那个秋菜香菇 然后这个是花菇 一级花菇 它们两个的差距的话 那个价位最低的 按正常的行情来说 它们的差距差不多就是20元一斤 差距 茶花的话 它就 它跟这个的区别的话 也差不多能错个 10多块钱一斤吧 差距 那这个呢 这个的话是属于这个春菜的光面菇 它虽然长得不好看 但是它的品种不一样 是春菇的话 这个跟这个的话 它们的差距也相差个 七八块钱左右吧 看来 大部分人还是更加青睐 深乡1513花菇 但在最后的投票环节中 却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投票结果已经一目了然了 宋老师 数一下吧 我们就数一下吧 看一下龚老师这边 一票 两票 三 四 五 六票 然后看一下您这边 一二 三 我看您获胜 但是感觉差距也不是很大 刚刚是谁投了这边呀 这边是我投的 您投过了 那为什么选这边了呢 其实呢 这个花菇也是挺漂亮 这是孤中之王吧 大家应该都是特别喜欢 但是呢 从价格方面考虑的话 这个可能是比较经济实惠一点 这个价格质量比这个强 但是这个销量比这个大 那您还是投了这儿啊 我投了这儿 但是它这个太吸引人了 太漂亮了 我不投我心里过不去 但是我是收购的话 我负质量这个 我的本钱要点少 我卖出的价格 赚进就是一样 是吧 我这个可以多层一点 结果你家型贵了 我的本钱少了 它少层一点 是吧 这个赚一块 我这个是赚一块 我这个量大嘛 我赚钱比这个要多 是吧 就是这个道理 懂了 看您多么精彩的 一番言论 投给了它 但是也喜欢它 是这么意思 那宋老师 您对您获奖的这个 菇种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感言吗 哎呀 特别开心啊 就是大家还是对好花菇 还是就是 都挺识货的 就是知道 就是什么样的花菇 是比较好的 这个说明 咱们预出来这个品种呢 它还是有市场的 接下来呢 就希望这个品种呢 能给大家带来一个 更好的效益 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那我们再次恭喜宋老师 拿到了这个菇种冠军 最终 神香1513在品质上 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更多优良的香菇品种 对保障食用菌 生产源头 提高种菇效益 和建设美丽乡村 做出自己的贡献